临近六四贵阳市人民广场举办了六四二十三周年纪念活动 一百多名参与民众拉起横幅标语高喊口号 还在现场放映有关六四事件的影片 活动举行了近两个小时 期间没有受到当局的阻挠 参与人员认为活动能够顺利进行 可能与政法委失事有关 八九六四二十三周年纪追查凶手停止政治迫害活动 二十八日下午在贵阳市人民广场举行 现场的观众很多都非常支持这次纪念活动 大陆民众刘建国表示 当年六四的大学生是为了反腐败 为了这个国家而牺牲的 作为大陆民众都应该纪念他们 不过参与活动人士表示 每年临近六四 异议人士都受到国保的打压或被公安殴打 今年贵州的许多异议人士也同样接到国保的通知 这几天会被传唤 奇怪的是 这次活动当局却没有干涉 在小学任教的靳老师认为 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与温家宝要平反六四有关 我个人认为在我年的过程当中 这种情况是不容易出现的 他也表示六四真相当局掩盖不住 早晚大家都会知道 而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吴玉琴说 四五天前他和六双元被国保通知 30号要被带走软禁 所以为了不影响这次活动举行 他没有参加 吴玉琴还说 贵阳六四二十三周年纪念活动发起人迷冲标 以往在公园卖突破网络封锁的光碟 警察都会到现场干涉 想不到这一次打横幅 喊口号等 国保和公安竟然没有干涉 参与当天活动的贵州人士田祖香说 国保没有干涉活动 这是国际社会和正义人士 共同努力的结果 吴玉琴还透露国保和公安 现在拿不到维稳经费了 就是说如果把我们带走 好像现在也不是那么容易拿到经费 就是维稳经费 要是不带走 好像又不敢说不执行上级的命令 不监控我们 所以我们感觉他们也是很为难的 不过从29号下午 迷冲标的电话一直打不通 田祖香表示 迷冲标这几天可能会被带走 另外浙江部分民主党人士 知识分子及维权律师 原定在28号晚上聚餐谈论六四问题 却被国保阻止出席 许多异议人士家门外都有警察看守 新唐人电视新宁采访报道